我要看一下七屬業喔 怎麼覺得好像乖乖的 好 七屬業喔 來 我們先看一下七屬業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講那個疑問句喔 所以疑問句事實上是 我們今天的講義已經放下去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一邊做 一邊聽課 然後一邊做那個講義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最後十分鐘先做一下講義喔 因為我們今天講義有兩面喔 提醒我一下有兩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疑問句的結構喔 那個問句喔 基本上是說語裡面最常見的一種 所以你可以問說你要不要去台北啊 誰跟你一起去啊 你去做什麼啊 你怎麼去啊 所以這是最常見的那個疑問是你問別人喔 所以疑問句基本上最基本就是分成兩種種喔 這是死就是你回答是跟不是的 這個叫是非 就是你回答說你要不要去台北 不要 不要 OK OK 這種的 另外一個就是問說誰跟你一起學諸語 那個叫說是阿懷都文 你要講出一個人 OK 所以我們先從事悲問句開始談起喔 那事悲問句基本上大概所有的語言都一樣喔 所以中文就是那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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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賽德克也一樣 就是在尾巴後面會有一個 要不然就是有加一個 ho 要不然就是有時候不加ho 可是直接尾巴就往上面彈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怎麼講 欸欸欸 那你有個ho 你很自然而然 就會語調就會往上彈 那是因為那個hold的那個 可是呢 你有時候也是會直接就是不加ho 然後就直接就說 and we are so 對 and we are so 那基本上有時候其實你也知道 不像說好不好 所以那個語調基本上是會有一個固定的用法 就是hold 基本上很自然 你應該會往上彈啦 這個沒有問題 再來這個 他是你爸爸媽 如果他問說他是你爸爸媽 你會加ho 怎麼講 tama su ga hia ho ho 那有時候呢你根本大概不會加ho啦 tama su ga hia ok 有時候事實上那個語調 會跟著你有沒有那個 這個叫魚 魚住詞 巨尾的 就是巨墨的住詞 ok 好 這個比較容易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幫我們加一個hold 要幫我們加一個hold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大概是從那個最下面開始 大概就是選擇性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 這個是安西烏利喔 對不對 小四 或是 嘿 對對對 ok 你到底要先上一年級的課呢 你到底要先上畫畫的課呢 還是要先上那個跳舞的課 ok 你就問別人 ok 尤其事實上有時候小孩子最常問 ok 你要先去洗手呢 還是要先去排隊 可以這樣子問 所以來這句 各位看一下這句 來大家一起唸一下 剛剛那 蘇蘇 魯魯伊朗 阿姬魯伊朗 魯伊朗 魯伊朗 對 乾飯 嗯 你們這樣子用嗎 米 你要吃軟的還是乾的 阿姬 那是魯魯你的對 啊 喔 而彌嬸 budgets 伊朗魯尼 河和 generous 我自己是想 伊朗魯尼 我自己學嗎 阿然後咧 乾飯咧 就直接換就好了 直接翻ento 好 好 那我就稍微改一下 我們更是 藝朵露姆安吉 古以歐 藝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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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對對對 那邊先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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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可了嗎 太不可了 對 對 你們就只要用飯就好了 飯就是乾飯嗎 直接換 飯就是乾飯 對 好好好 OK 露姆是我們是加一個 我們露姆 我們是加一個 所以是胰島蘆姆 蘆蘆姆 蘆蘆姆 多達是不是可以直接加一個胰島再加蘆蘆姆 沒有 我是說那個前面那個人我們就加一個蘆蘆姆 後面就一樣 那個胰島蘆姆一樣 他們的胰島蘆姆一樣 沒有嗎 他用蘆蘆姆 我們是蘆蘆姆 沒有蘆蘆姆 我們是蘆蘆姆 OKOKOK 好 那這不成問題喔 因為阿吉無理喔 這個就是中間 對 對 就是你要這個還是要那個 OK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句的用法 那個我要修改 跟雙方的錯誤 你說那邊有錯誤嗎 他直接講說這個和這個 哪裡有錯誤 我修改昨天給他 昨天喔 OKOKOK 好 這也不是錯誤啦 基本上就是多大 他變成說這個 這個和這個 對 對 是是是是 你是昨天的 對 對對對 他用咪嘛 他用咪啦 對對對 這個修改了 是是他用咪嘛 昨天我們那個課 課程的那個檢視 就是要用那個 那個 阿吉無理喔 是 但是他西部 他有五黑無理喔 他 你們常用五黑對不對 五黑 五黑無理 對 五黑無理 也是 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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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啦 也是或許 對啊 因為那個 阿吉本來是個火定詞嘛 阿吉是花蓮用的 但是西部太多 他們也用啊 他們也用啊 所以 嗯 對對對 所以他們也用 所以沒有問題啊 所以那個 阿吉無理喔 或者是 那個 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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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不成問題喔 好 那我們往下面看喔 這一大塊 基本上是最常 最常碰到的 譬如說 你 你去 你碰到了誰 你是做什麼事情 你怎麼去的 你這樣幾個人 這是這個 就叫做疑問詞 就是有所謂的誰 什麼 如何 幾個 什麼時候 這幾個就叫做疑問詞 那我們稍微留意一下 有些疑問詞 它基本上是比較像動詞 有些疑問詞它比較像名詞 所以大部分 誰 什麼 這個比較像是名詞 哪裡也是名詞 那我們的賽則課裡面 基本上有什麼東西事實上是比較像動詞 就是時候 你什麼時候 就是你昨天什麼時候去台北 跟你明天什麼時候去台北 那個什麼時候 基本上有兩個不同的形式 另外一個就是 怎麼 呼啊 呼啊有很多的變化 OK齁 呼啊 OK齁 呼啊 呼啊 OK 那基本上這個字基本上有很多的變化 它有受失焦點 也有做過了 OK齁 那個是個台北 然後 對 那個基本上那個 那個基本上就比較像動詞 所以疑問詞基本上要留意一下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有很多的詞類在南道語裡面 基本上名詞之外有一類就是所謂的動詞 那疑問句 疑問詞也是一樣 有一些新名詞有一些比較像動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名詞這一塊 最常見就是誰啦 OK齁 那你可以講說誰要去 或許你喜歡誰齁 所以換句話說 也可以是當主詞 也可以是當受詞的那一個齁 所以如果是誰我們來看一下齁 看一下第一句 來這句怎麼講 OK齁 誰給你錢的 誰給你錢的 對 沒有這句 誰給你錢的 來 誰給你錢 對啊誰給你錢 來 你看齁 好好好 所以沒錯 所以基本上 是錢嗎 給嘛 好 所以很簡單 這個句子就是誰給你錢 最常講的 所以大家就有一個E 而且你很自然就放個Ga在那裡 還記不記得我們這個Ga是一個主格的Ga 我們從第一次 講格位的時候 賽德克的就只有Ga 最明顯了 所以這裡看下第二句 第二句唸一下來 今Ga 少爺的 少爺的 今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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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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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看得出來這是暗的話 然後這裡有個Oobus 所以是誰被打? Oobus被打? 還是打了誰? 打了誰 打了誰? Oobus打了誰是不是? OK 我們這裡有幾個嘎? 兩個 喔 對對對 看一下這裡有幾個嘎 OK 所以我們有個疑問詞就是Ema 尤其是用Ema的時候 你很自然而然就會加一個嘎 這是第一個嘎 OK 所以是這樣子 Ema 這個是誰? 它是一個名詞 OK 它是一個名詞 OK 這個句子基本上是我們的主詞 誰? 誰是什麼詞類? 名詞還記得嗎? 還記不記得你爸爸是醫生 醫生放在哪裡? 前面 你爸爸放後面 記不記得? 你爸爸放後面 然後醫生放前面 這個句子就等同是類似像那樣子的 所以誰是一個名詞 後面基本上是一個名詞 OK 然後這裡面就是有一個句子 句子 可以嗎? 然後這個句子裡面就跟一般的句子一樣 會有什麼? 焦點 所以你可以是有主詞焦點、售詞焦點、處佐焦點、社會焦點 然後你是為了誰買的 好 可以嗎? 你是被誰看到了 然後你要打誰你也可以用主詞焦點 可以嗎? 所以這個句子基本上裡面事實上是等同一個子句了 有沒有問題這個?這個這個 這句這句 可以嗎?我稍微講這個今這個 通常今放前面 通常今放前面 可是你可以看這個例子 來 這個例子看一下 聽一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然後呢 今 可以嗎?今放哪裡? 後面 所以事實上是說 這個你要給誰? OK 給誰 所以呢 後面是一個句子 還記得嗎 我們看一下後面 我們講後半段 一文 然後呢 書一馬 一馬 對對對 你要給誰 通常一般來講 這種句子前面都有東西了 前面都有講了很多 都講了很多 然後你就說你喜歡誰 類似像這樣 那看一下這個句子 動詞在哪裡 動詞在哪裡 類似 對啊 這動詞在這裡 就是給吧 有沒有問題 類似 給 對 然後呢 你吧 你給 給 那給誰 對對對 對 誰在後面 聽嗎 譬如說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誰 可不可以直接加上一個名字 可以啊 打麻 對啊 這個你要給媽媽 你去買了那件衣服 然後你要給媽媽 那現實說你不知道要給誰 你不知道要給媽媽給爸爸 你就問 所以誰也可以放後面 可以嗎 那通常這兩個位置都可以 一個就是到前面去 一個是放在原來的位置 就是你本來是說我要給媽媽 或是我要給阿外 我給你講 我就把它替換是那個誰 OK 齁 來 這個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伊瑪大概在前面 那它也可以放在原來是要放那個人名的位置 你看是Ubus 或者是Dumun 都可以 好 看一下這裡 來 這句 來 來 這句 Lugus Imaga Ini 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誰被弄選的 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主持在哪裡 要分析 你要會分析囉 已經上了二十幾個小時了 主持主持衣服 不 ked 我不是the shi 主持一定要往最後面去找 the ik hey 這個可以嗎 主持在後面 然後呢 前面是什麼 谁的衣服 我問一下 如果你說是g h i 阿歪的衣服怎麼講 lugus awai 對啊 所以事實上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這樣講說是 阿歪的衣服是lugus awai 就是講阿歪 對嘛 是阿歪的衣服啊 所以那個人 人會放在衣服的後面嗎 記得嗎 所以你現在是要問誰的衣服啊 你就把這個阿歪換成衣馬 就好了 可以嗎 因為你在問誰啊 可以嗎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句子 所以我們再回來這個句子 主詞是什麼 gani 這個 然後誰的衣服 因為你在問誰的 不是誰的筆 誰的錢 可以嗎 所以是 主詞就是找那個人啊 不是 主詞在後面 主詞還是在後面 對 就是那是什麼 那是在問 主詞 主詞有點是後面 ok 所以這時候 在問的事實上是 誰的衣服 可以嗎 那衣服 阿歪的衣服放前面 可以嗎 這個句子就如同是 你爸爸是醫生的句子 醫生在前面 那那個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他是誰的衣服 因為他是一個複合子 他是一個修飾的人 他是修飾 所以你不能講說 不可以 所以這時候就跟那個不太一樣 可是呢他其實不是不一樣啊 是的 可是他其實上是這個位子 他其實就是這個位子 他只是本來是問誰 可是你現在是問的是誰的衣服 你現在問的是誰的錢 誰的包包 誰的杯子 他其實並不是沒有 他一樣是在前面 他只是你多了一個 他去修飾的這個東西而已 誰的椅子 誰的筆 誰的眼鏡 誰的包包 誰的錢 一樣是問句 一樣是問句 因為如果是回答的話 就在後面 誰的 誰的 Lubus Awa 誰的就在後面 對對對 可是是沒有誰 就是放在醫學的後面 因為你基本上 如果回答是Awa 一樣是Lubus Awa一樣 所以Lubus Awa一樣在這個位子 一樣是Ema的這個位子 懂嗎 所以其實沒有變喔 所以就是 主要的主詞還是在後面 然後你還是問 原本是問誰 可是你下面的問題是誰的眼睛 誰的書 誰的包包 誰的小孩 誰的鞋子 一樣在這裡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把它想成 事實上是一般的句子 也是一樣喔 我們把它換成一般的句子好了 OK齁 你就說 一樣齁 你就說一樣是 這是Gani 然後呢 這是誰的衣服 一樣啊 OK齁 Lubus Awa 來主詞 Gani Gani 前面 前面 那如果 我如果說 那個 你爸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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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你爸爸是醫生嗎 你爸爸在這裡 醫生在這裡 可以嗎 可以嗎齁 那你現在問的一樣齁 你現在只是把這個Ry換成D馬 就對了 OK可以嗎 這個還滿常用的喔 OK這時候D馬不是在最前面 就是所謂的不是在最前面是指 不是句子的最前面啦 可是他還是在最左邊 他還是在左邊 主詞還是在右邊 可以嗎齁 好 這裡 你喜歡誰的孩子 主詞 這句 大家都要會分析囉 主詞 主詞 好不好先聽一邊好了 主詞 主詞 孩子 啊 主詞啊 在右邊 主 整個整個整個 主詞現在不見的是 只有一個字喔 整個整個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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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喜歡 欸 你喜歡的 你喜歡的 然後咧 誰的孩子 欸欸欸 所以主詞是在嘎 嘎 嘎 然後呢 誰的孩子 可以嗎 可以嗎 在左邊 右邊整個是主詞 可以齁 右邊 這是右邊 這是句子的最右邊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從昨天開始講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主詞 就在右邊 主詞在右邊 喔主詞在右邊 嘿啊左邊呢基本上就是動詞 可是有時候很多情況是名詞 名詞跟動詞 所以我們先去複習一下這個句子的主詞 這個句子 主詞 這個句子 我剛才講過了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次 對 對對對 再長一點 對 這個歌 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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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所以這次不是冰 這次不是滑的 有時候還沒 來 所以主詞在哪裡 為什麼還要拿起來呢 再來一次 給他一個機會 有了有了有了 OK 好 這一個 所以從後面翻譯過來 所以這一塊我畫線的部分是怎麼翻譯 怎麼翻譯啊 對 就我畫線的這個部分是主詞 所以是 烏不打 那為烏不打了 打了 那個烏不打的 打的 打的 是 打的 打的是 誰 可以嗎 主詞 主詞在最右邊齁 是烏不打的 蛤 是烏不打的 不是不是烏不打的 這句不是烏不打的 烏不打的誰 這個句子是烏不打的誰 是對 好 所以這右邊整的是一個 整個都是哦 好 那如果不成問題的話 我們往下面看喔 好 我們往下面看囉 這是誰 一樣喔 什麼也是一樣 所以什麼只是東西 你喜歡什麼 媽媽給你什麼 OK 你在學校老師給了你什麼 可以嗎 一樣喔 來看一下這個句子 來 媽媽給你 可以嗎 這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這就是很簡單 所以主持在哪裡 後面 對對對對對 就是後面 喂 今天這個版不是很順 今天這個版一直跟我們錯 對喔 可以嗎 在後面 對 好熱 他是 他要出 喔對 這樣會走 喔 他拿起來 我剛才已經拿起來了 來來來來 太餓了 OK好 在後面這是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主持 然後媽如在前面 可以嗎 來 下面 就是我一旦這樣就沒辦法 就是這樣就沒辦法翻頁了齁 所以這個設計還要 還要改良一下 可是他還要彎 對 好 好 下一句 這一句咧 看一下這一句 這句嗎 哪一句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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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在後面,可以嗎? 可以嗎?在後面,然後媽媽在前面,可以嗎? 你工作,你做的是什麼? 你做的是什麼?可以嗎? 好,如果不是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往下面看了,再來 你用什麼砍樹? 寫一下,寫一下,先寫一下 來,這句,這句 你用什麼砍樹? 對,你用什麼砍樹? 我們之前不是已經寫過砍樹了嗎? 來,先寫一下,你用什麼砍樹? 砍樹,對,先寫一下 一定是媽媽,可以嗎? 所以是你用來砍樹的是什麼? 它動詞要變嗎? 動詞要變喔,對 是的,是的,沒錯 我們現在已經慢慢結合了焦點 誰在肚子就可以了 誰在肚子就可以了,誰在你的那個 媽媽的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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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 Sta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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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扣你對不對 嘿嘿嘿 後面的有S啊 是哈 Statak 對,對對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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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好,不要忘記休止了 我十幾歲的時間在挖去,很遠 沒關係 把十幾歲的東西都挖出來了 好 十… 妳有什麼砍樹 妳有什麼砍樹 好好好 可以嗎 這個句子 妳講給我來寫一下 要寫黑白少年 沒關係 會寫 妳有什麼砍樹 妳有什麼砍樹 旁邊是用這個凹 不一定要拋 妳有慢活就可以了 慢活動 有時候我們用上揚 對沒有錯 通常以後 妳不會在家 很好 來 分析一下出筆子 今天開始我都要讓妳們上台分析 分析要來 我是妳的筆好嗎 妳在下面告訴我 來 哪一個 哪一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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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語 好 好 所以如果妳這個是主詞 整個句子是主詞 妳要不要先講一下 這段是什麼意思 中文 就是砍樹 妳砍樹 妳砍樹 然後妳砍樹 然後呢 是什麼 這是什麼焦點 10 等一下 等它 10億 不是10億 10億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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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那種 第四個加X 第四個焦點是什麼 聖位 聖位 除了聖位 還有工具 工具 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具焦點 對 對 是的 所以妳用了工具焦點的意思就是 用 所以這個字裡翻譯的時候 就知道要用什麼翻譯 再加一字 再講一下翻譯 砍樹 砍樹 妳砍樹 是 用 欸對對對 因為妳已經有看到這個了 是 欸 因為這裡 這個焦點裡面沒有用 可是妳看到工具焦點 妳就知道說它是 工具焦點要用的工具 所以妳就說妳砍樹 是用 然後呢 MARU 可以嗎 用MARU OK 有些人喔 他會習慣 會在前面再用使用嘛 可以嗎 再多加一個使用 再在前面 OK 可以喔 可以喔 慢慢的喔 慢慢劇情會越來越複雜喔 好 來我們做幾個例句好了 看看喔 來來來第八句 來講義講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